自己在已经最安全的地区 还在搞这种把戏的时候 真的不要把我 算了不讲 话才讲到一半就气得揭补下去 会由于经办执行长金普聪 不满党籍立委参选人罗志强 提出政党轮替大联盟重新民调 大道一挥对内大开地土炮 虽然帮自家战友严厉回击 但是陈珍因委屈 圈台八成以上议长都对郭台铭 寄予厚望 遭到伙伴发言人黄子哲 隔空大酸假讯席争乱 尽管侯伴积极要让小鸡归队 但是日前黄子哲也因为不满 市议员徐巧鑫去主持郭台铭的活动 这言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 再度引爆双方战火 你对外打民进党的时候 有像打国民党这么凶 那今天民调还会只有十几%吗 我今天有做了任何对不起侯友仪的事情吗 不要把现在的民调不好的情况 都怪到别人的身上 这样你的朋友只会越来越少 虽然试图缓解 肃杀气氛 但是曾经的最强母鸡 如今不止面临民调困境 自家团队和小鸡的内战交锋 让会遇到整合之路更添难度 台北新北报道 哈喽我是郑慧良 想要抢身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盛新闻的YouTube频道